8月16日,5G手机在海南首发销售,同时各运营商开展5G网络5G手机线下体验活动,让市民先偿后买。 现场,市民不断地将手中4G手机和5G手机进行对比,亲自测试5G网络的下载传输速度。 不仅通过游戏、电影、视频聊天等现有的软件直观感受5G的优势, 更体验到5G与AR、VR等科技的结合。 市民长先后表示,5G时代已势不可挡,期待5G网络5G手机能给自己生活和工作带来便捷, 更期待5G时代下新科技产品软件的诞生。 因为它的速度快嘛,肯定带来的是生活上的便利, 所以说在生活上的便利的话,还是有很多上的应用, 比如说在家里面的那种可以通过手机上就能感应去体检的那种, 就不用说到医院的那种这种便敏的服务。 像那种5G的话,这种生活上的一些体验和便利上的一些远程上的一些充值, 应用这种网络技术可以实时去查询,我觉得也可以,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期待。 最欢迎我的,就是关于那些3D的那些动感, 还有很多方面这些能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加明显, 而且我工作中很多都是会运动到网络这方面, 有时候在什么地方可能网速慢一点, 传输文件就比较不太方便,给我工作带来比较可能有点影响, 但5G以后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影响了。 首发当日,中国移动海南公司,中国电信海南公司, 均有5G手机售出。 据了解,目前,在国内正规渠道购买5G手机的海南移动海南电信用户, 不用换号,不用换卡, 均可免费获得每月100GB的流量体验包,畅享5G速度。 待5G网络正式商用后, 两家运营商将根据5G特征, 另行公布5G服务方案和套餐。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市场经营部负责人 朱雷表示, 5G时代除了能改变个人生活外, 社会也将随之变化。 那么5G实际上在目前有三个明显的贺点, 第一是高速力, 第二是低时延, 第三是广连街, 5G比世纪最起码在10倍以上差距。 我们今年在博鳌做了将来的无人驾驶, 我们这个逃秒级的减少账, 就能够真正的在无人驾驶上有攻破。 据了解, 目前海南正加快5G基站的建设。 朱雷表示, 全省范围内仅中国移动海南公司建设完成的5G基站, 已达100余个, 预计2019年底, 该公司在海南将建设近800个5G基站。 中国电信海南公司预计, 2020年海南将实现5G网络规模上用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